有个朋友没有留名的 他就说港股今天有没有炒波幅呢 趁今天升市就炒一转行不行 他就特别问ATM选哪一种呢 有波幅是有炒的 既然有波幅的话 我不知道你怎样炒 既子既权 你自己可以两手准备 一定有的 就是你试着最怕它不动 有波幅的话就有得玩的 所以答你一定有的 你问ATM选哪一种 其实你近期ATM可能腾讯 又怕Napspress继续买 对不不爱他 另外有阿里巴巴 又有监管问题 怕爸爸的问题 然后你数下来 你可能去到小米业绩 你看到近期同行的情况 不是太理想的 其实很多 譬如ITC加拿这些报告 今年全球的手机负运量 延伸到甚至乎有些电视 比如电脑和Notebook 其实都比较需求较弱 尤其是一些上游的生产商 其实他们已公布或未公布 其实业绩指标都比较一般 所以小米近期有很多罚款 不知是否得罪人 印度又搞它 所以你又好像有些负面食素 继续你一个排除法 剩下不如叫我去买吧 不要买股票了 叫我买去看看美团 美团可能近期很多行 都大合唱的 就说他们的业务在疫情之后 开始恢复 比如他们的美团优损 也都开始是 他们将一些 亏损地区业务缩减 可能亏损很收窄 所以其实有很多相对比较上的正面消息 集中在美团方面 所以你说要选一种稳固 其实我刚刚才节目开始说 科网股近期有很多 突然间逐个足的消息 你很难估计 你中国监管部门做事 就永远很难估计 但美团相对似乎就真的少一些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加上可能它公布业绩 未必会太差 因为疫情期间 那些人都很需要服务 我估计美团会比较稳定一点 看回图来说 其实它本身近期也冲破了一个二天线 去到布里加通道中族上方 其实技术来说 都是一个相对强势的走势 所以我也继续留意一下美团 如果敢选择的话 如果买入价 你会建议它有多少留意? 我认为今天开出来 已经1945到30% 我想在190到195到195 这段阶段进入 就拨设它上去 上续大概 先看210先 看有没有机会上去 比较悲观的 你去到205楼上 不就先沽一沽 短线转转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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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